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称语被称为历史上最牛的称语 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完整而明确的人名 它所表达的主要意思就是将来的皇帝名字叫刘秀 新野也就是如今河南南阳新野县 此时的刘秀住在新野县二级刘园的家中 东光汉记记载使南阳汉积而地田独收 当时南阳闹饥荒 但是唯独刘秀种的地取得了不错的收成 这一天刘秀带着骨子拿到满城的集市上卖 突然一个神秘人找到了刘秀 那人对刘秀说你就是未来的皇帝 然而刘秀听完后却不以为然 因为这句称语他早有耳闻 《资质通鉴》上有记载 刘秀曾经和姐夫邓辰见过一名董秀宇的人 对他说过同样的话 所以当刘秀再次听到这话时 并没有多加理会 如果此时刘秀就这样轻易错失了机会的话 那么中国历史上将只有一个汉王朝 不会存在东西两汉之说 在此刻沉默了二十八年的刘秀 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命运 与心怀大志的大哥刘衍 刘秀这一支是西汉时期汉景帝刘秀的后代 他是正宗的皇室 但是由于西汉在汉武帝时期 曾经采用过祖父眼的方法叫推恩令 那么推恩令当时是为了限制日益膨胀的诸侯国的势力 采取的一个非常的措施 这个方法很巧妙 也不用和诸侯打仗 把皇帝的恩德 推广到皇帝 推广到诸侯王所有的子孙身上 比如说你一个诸侯有五个儿子 在分的时候给这五个儿子都分成一份 那么到第二代五个儿子 每个人还有五个儿子 这把一个国家就分成二十五份了 再分到第三代就变成一百二十五个了 就像原子弹那个裂变效应一样 一直把这个土地分完为止 所以分到刘秀这一支的时候 已经和农民没有差别了 所以从汉景帝开始 经过八九代 到了刘秀父亲这一代 就只能做一个小县令 不过即便只是个县令 刘秀一家也仍旧是拿朝廷俸禄 衣食无忧 刘氏一脉 在南阳郡依旧是一个大宗族 那刘秀为什么最后会沦为一个放牛娃 庄稼汉呢 刘秀出生在公元前六年 就在他九岁的时候 身为县令的父亲病逝 于是他就跟哥哥姐姐一起 寄养在叔叔刘良家 本来按照汉代的规定 宗室子弟可以按时领到黄粮 还有一份财政拨款 刘秀一家日子还算稳定 不过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这份拨款也停了 这就是王莽篡位 公元九年 王莽受汉儒子刘英善让称帝 改国号维新建立了新朝 王莽新王朝的建立与改制 从此改变了刘秀一家的命运 也让这个年少的孩童与庄稼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而构成了这样一幅美丽的画卷 而大哥刘衍的性格恰恰与刘秀相反 他有着远大的抱负 刘秀这个人办事很谨慎 他大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神秘人名叫李通南阳郡板成人 他之所以会找到刘秀 也是因为一句称语 刘氏当兴 李氏为父 李通认为刘氏指的就是刘氏家族 而李氏指的就是自己家族 这句称语的意思是刘氏会在李氏的辅佐下兴起 李通的目的很明确 他想跟刘秀联合起义 推翻往往新朝成就一番大业 公元22年在新野县的集市上 28岁的刘秀面对着说此话的李通 想到了大哥刘衍 他广纳门客结交江湖豪杰 一直在等待时机做一番大事业 李通的到来或许正是一个机遇 并且如今往往新政 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改朝换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一番考虑后 刘秀答应了李通提出的建议 不过刘秀并不只是因为一句称语 或者为大哥的考虑才答应了李通的请求 而是在他自己心中也一直存在着一个美好的理想 实际上记载 楚霸王项羽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看见秦始皇出游 说出了我要取而代之的豪言壮志 汉高祖刘邦看见秦始皇时 内心发出了大丈夫应当如此的感慨 刘秀同样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慨 年少时刘秀去长安求雪 一次他在街道上看到了直经吴的车队 直经吴是汉代九卿之一京师卫戍官 相当于首都警备区司令 只见车队浩浩荡荡地穿过长安城的大街 这是刘秀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车队 望着马车留下的轰滚尘埃 刘秀心中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 试换当作直经吴 要做官 我刘秀就应该做直经吴这样的官 很快刘秀心中另一颗关于爱情理想的种子 开始发芽了 一位名叫殷丽华的女人进入了刘秀的视野中 让年少气盛的刘秀陷入了爱情深渊 并且许下了只愿娶殷丽华做妻子的美好愿望 殷丽华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家世显赫 相传这支殷氏是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之后 是新野县的名门望族 当时刘秀因大哥刘衍的门客惹事 正在新野县二姐家避难 二姐夫邓晨与殷家有交情 所以刘秀才得以有机会接触到殷丽华 后汉书上记载 文后美心悦志 当刘秀第一次见到殷丽华时 就非常喜欢 示唤当作执经舞 娶妻当取殷丽华 对事业的期盼与爱情的追求 构成了刘秀的人生理想 然而刘秀明义虽然还是宗师子弟 家族却早已衰败 自己本身也只是一个庄稼汉 与殷尼华更是门不当户不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刘秀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呢 他美好愿望最终能实现了 从九岁就没有了父亲的刘秀 一直是一名放牛娃装甲汉 他不张扬 不言气 不着急 耐心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在心野 李通的出现 犹如一块石头 落入了刘秀 这片沉寂了多年的湖面 泛起了层层涟漪 所以不只是为了大哥流眼光复汉室的大业 也是为了自己多年前许下的美好心愿 刘秀决定与李通一起起兵 公元二十二年 秋 刘秀和李通 还有李通的堂弟李毅一起 商定了一个奇异计划 翻开后汉书 我们可以找到这次策划的内容 其以财官都市其日 欲结钱队大夫及蜀政 因以号令大众 在西满王朝进行都市其日这一天 趁其不备 其实是他的前队和大夫来号令天下 这个都市其日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传统 在周朝就有 就是在历秋这一天 天子带着三公九星到西郊去祭祀 来迎秋 这个传统到汉朝和西满王朝都继承了 因刘秀他们准备在南洋起义 南洋这边的前队大夫就是南洋太守 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是在历秋这一天 劫持南洋太守 制定好计划后 一部分人留在晚城发动亲朋好友 组织武装力量做准备工作 而刘秀则去了大哥刘衍所在的地方 冲林 但是当刘秀兴致勃勃地将所有计划 跟大哥刘衍说明之后 却意外地遭到了刘衍的反对 这让刘秀很不解 为何一直养精蓄锐 预谋大事的刘衍会做出如此反应 这不一直都是他要等的机会吗 原来刘衍与李通有家仇 他不大信任李通 还有李毅他们兄弟 所以刘衍并不愿意与之合作 而实际上此时的刘衍已经一无所有了 为了反抗王莽政权 他变卖所有家产 购买了一批物资装备 所以按实际情况来看 他非常迫切地需要李通李毅兄弟的帮助 剑以上弦不得不乏 经过慎重考虑 刘衍还是答应了刘秀的建议 得到大哥刘衍的支持后 刘秀再次回到晚城 准备与其他人会合 刺杀南洋探守的计划 开始由一条步馆的进行 直等历秋那天的到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 一个惊天噩耗 正朝着刘秀他们 忽面而来 公元22年秋 当刘秀带着刘衍同意加入的好消息 回到晚城时 目睹的一切顿时让他大惊失色 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味 穿过刘秀的鼻子 直接刺激到了他的心脏 刘秀究竟看到了什么 竟让他如此惊慌失措 后汉书李通列传为我们描述了当时那一幕场景 李通联合刘秀起兵的事情被人告发 往往大怒将李通全家六十四人全部焚尸于晚室 想不到刺杀南阳太守的计划 竟遭到泄露 导致李通一家六十四口人惨遭网马焚尸 虽然没有直接目睹李通一家遇害的情景 但是地上残留的血迹 空气中久久未曾散去的血腥 让刘秀备受打击 起义刚刚开始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对刘秀来说打击非常大 因为李通的父亲在晚室全家六十四口全部被杀 只有李通侥幸逃脱 所以是很多人感觉到起义前途渺茫 信心不是很坚定 此时距离晚室一百公里外的冲林 刘延等人也是焦急万分 苦苦等待着刘秀的消息 然而刘延并没有等到刘秀 带之而来的却是李通全家被杀的噩耗 这让欲追随刘延起义的刘家宗氏子弟 感到了空前的惊慌 刘秀的整个家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宗氏子弟畏惧王权 三弟刘秀生死未亏 刘延显然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 稍有迟疑就可能万劫不复 所以作为领袖 刘延必须果断决绝 即刻起义发动战争 他火速召集了刘家的宗氏子弟 和自己的门客商议起义之势 王盲暴虐 民不聊生 如今天下刚旱连年 战争四起 天要灭王盲 这正是我们兴服汉室的大好时机 悲痛的情绪中 夹杂着想要光复汉室的急切心情 刘延显得异常激动 有远高估了大家的勇气 很多人看到李同全家六十四口被杀 这个惨剧 心生畏惧 老怕王盲掉过头来会镇压自己 所以有些人就想逃避 但是既然已经在家族把这个事已经挑明了 那么如果等于说起义的天机已经泄露 如果有人走路的风声会更加危险 所以刘延这个时候竭力的想统一下家族内部的意见 来消除大家的顾虑 如果这个时候刘延家族的意见不能统一的话 后边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看到大家的反应后 刘延有些心灰意乱 就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下 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了 正是他的出现瞬间扭转了不利的局势 这个人就是刘秀 刘秀从晚城回来了 并且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穿着深红色的袍子 头戴宽大的五官帽 十分自信地回来了 这实际上是刘秀的一个计谋 因为刘秀这个人平时口碑很好 他为人敦厚老实 那么这个时候他让大家看到自己衣着光鲜的回来了 可能在外边事业有成 那么像您看到连这么老实的人参加了造反之后 社会地位都提高了 生活改善了 都锦衣玉食 那看见参加起义是很有前途的 也没什么危险 实际上通过这个谋略 就是更多的人参加到义军的队伍里边来了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天 在河南南洋地区出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 性格老实紧厚的庄稼汉刘秀 骑着一头牛出现在了战场上 刀光剑影 金戈铁马的战场中 竟然有人骑着牛冲锋上阵 让所有人不明所以 这一年刘秀二十八岁 一直沉默于在田间种地的他 为何会放弃安逸的农耕生活 突然铤而走险 在以后的日子里 刘秀到底会经历怎样的人生磨难呢 公元二十二年 刘秀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 跟着大哥刘衍在冲领起义 完成了从一名老式庄稼汉 到义军领袖的蜕变 率领着起义军 踏上了光复汉式的复兴之路 然而就在准备起义之时 却遭到了刘秀的叔父 刘良的强烈反对 二十年前 刘秀的父亲去世后 刘秀和刘衍兄弟姐妹几个 就寄养在了刘良家中 所以刘良又同时充当着养父的角色 刘良是冲领刘氏宗族的长老 在家族中具有德高望重的地位 按常理来说 为了家族荣誉 身为族长的刘良 应该支持刘秀兄弟 光复汉式的理想 那他又为何会反对 兄弟俩的起义大计呢 当时刘秀和他哥哥刘燕 准备起义 他们的助长刘良呢 不同意 而且说你要起义我就保管 为什么他是这个态度呢 因为在十七年前 冲林六四呢 曾经发动过一次 翻对旺盟的起义 当时旺盟虽然没有做皇帝 他是安汉宫 将握着西汉的大权 结果这个起义呢 卫功冠成 就是现在那样是失败 宗族的 六四宗族的 黑多日 都在失败以后被杀了 作为家族长老 刘良在宗室中是很有威严的 他的想法将直接影响宗室子弟的选择 所以当刘秀听到刘良说要报官 当机立断 将舒服刘良软禁了起来 软禁刘良的过程中 刘秀经常送些好酒好菜过去 并试图舒服刘良 却屡屡遭剧 一直到大哥刘衍将起义的部队集结完毕 就在部队出发之前 刘秀再一次来看望刘良 简木已成舟 此时的刘良也不好多加阻拦 因为刘良已经看到了 刘秀刘衍兄弟起义的决心 然而这样的坚决 让刘秀刘衍兄弟 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起兵前夕 刘秀的母亲突然得疾病去世了 刘母是一个非常贤良的人 刘秀九岁丧父 是母亲把他们兄弟姐妹拉扯大的 古时的人们很讲究礼仪 丧葬是礼仪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按照那时的标准 刘秀兄弟本应该倾家荡产 为母亲办一个隆重的葬礼 然而此时他们所有的财产 都用来充当军资了 并且起义的日子已定 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 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 刘秀兄弟姐妹几个 只好将母亲的遗体 送至其娘家 由娘家人安葬 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争分夺秒 为王莽的乱世送葬 公元22年年底 崇陵刘氏家族扛起锄头 拿起耙子 全家男女老少骑上阵 从崇陵向南阳郡的治所 完成进发 但是军用物资的不足 导致这支起义军 并没有正规的兵器 就连作为领军人物的刘秀 都只能骑着牛上战场 正宗的汉氏后裔 骑着牛上战场 不仅让世人感叹 刘氏家族的没落 也让刘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创业条件最艰难的皇帝之一 正是骑着这头牛 刘秀竟然在金戈铁马 枪林剑宇的战场中 杀掉了新野卫 取得了他的战马 西一位是西一的贤位 这个贤位在县里面是驻冠军事的 就像现在的一个地方县的武装补障 那么刘秀能够把这个七爪牛 把这个武装补障杀掉 第一说明他的勇气 第二说明他的胆虐 刘家企义军在刘秀刘衍兄弟的带领下 气势汹汹势如破竹 在南阳郡一连打了几场胜仗 不断地向南阳郡的治所 晚成逼近 然而胜利之神并不是总在眷顾这对艰难中前行的兄弟 而刘秀的大哥刘衍 在这时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差点导致他们全军覆没 公元22年 刘秀刘衍兄弟带着奇异军从冲灵出发 伴着连续集成的圣仗 不断地向晚成逼近 晚是南阳最早的地名之一 晚成即今天的南阳市晚成区位于白河北岸 在汉朝时期属于南阳郡的治所相当于一个省的省会 当时刘家军已经攻占了吉阳县 距离晚成只有50公里 近在咫尺 对于他们来说 拿下晚成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南阳郡 而只有控制住南阳郡 才有可能控制全国光复汉市 所以此时此刻拿下晚成是所有人的渴望 然而前面几场战役的胜利让刘衍冲昏了头脑 以至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想当然地认为 晚成一定也如同前面几所成一样 可以轻易拿下 刘衍没有想到的是 王莽的主力部队都驻扎在晚成 时刻准备战斗 而且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刘家军在还没有到达晚成时 就在一个叫做小长安聚的地方 被王莽军截住了 聚是小城镇的意思 小长安聚就是一个叫小长安的城镇 位于今天河南省南阳县南 这个小小的城镇 即将成为刘秀一辈子都无法磨灭的悲痛记忆 那一天在这个南阳的小城镇外 雾出奇的大 刘秀刘衍走在军队的前方 几乎分不清方向 所以他们走得小心翼翼 突然大雾之中 骤然响起了马蹄和冲锋纳汗 紧接着 王莽军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到了刘家军面前 被困在雾中的汉军 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 可突然刺入自己身体的刀剑 只是短短几分钟 奇异军就倒下了一片 如此惨烈 从骑兵一事他们从未经历过 漫天的大雾 淹没了奇异军的声声惨叫 混战中 刘秀骑着从新野卫那里得来的马 独自冲了出来 在狂温的途中 刘秀遇到了他的妹妹刘伯基 刘秀在自己的盛世关头 害救了他的妹妹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刘秀啊 受过儒家传统教育 刘秀曾在长安的台学里面 当过学生 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 他心目中间有对后这么的儒家的性格 所以在戒官 他自己身处于危险之中 他还是救了他的妹妹 这和汉高祖六邦就形成了先门队长 汉高祖六邦在自己危险的时候呢 就把他的儿女推到柴下来抱强自己 刀光剑影中 刘秀带着妹妹丝毫不敢大意 此时刘秀心中的弦已经紧绷到了极致 大脑如同这迷雾一般白茫茫一片 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 逃 但是就在路的前方 朦朦胧胧间 刘秀又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跌跌撞撞地往前跑 那是他的二姐刘源 刘秀曾在新野县二姐刘源家避难 二姐还有二姐夫邓臣对刘秀非常好 奇异之初 二姐夫邓臣也是全力支持 并且带着族人和门客一千多人追随刘秀兄弟 所以刘秀跟二姐刘源的感情很深厚 见到刘源后 刘秀赶紧下马让二姐上马 但是这样的提议却遭到了刘源的拒绝 后汉书《邓辰传传》记载 刘源当时对刘秀说了这样一句话 行了 如果不能相救 你们就走吧 总比所有人都死在这里墙 这件事对刘秀的一生影响很大 是他心里的一个阴影 在战争期间 据史料记载 正是他的二姐刘源让他跑的 那么在逃跑的过程中 他没能救自己的二姐 是他自己引以为憾 其实以我们现在想 他完全可以 因为他有硬的武艺 他可以折身返回再去抢一匹马 自己和姐姐都走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那么从这件事也能看到 在刘秀内心是比较软弱的 还不够成熟 那么后来经过战争的洗礼 就让他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 新莽天凤年间 也就是公元十四年至公元十九年 湖北荆州一带的饥荒尤为严重 许多难民就跑到 露林山附近的野地里 互相争抢着挖野菜吃 这时有两个年轻人站了出来 一个名叫王匡 一个名叫黄凤 他们二人合力将这些难民组织了起来 形成一个几百人规模的队伍 这支队伍就是最开始的露林军 公元二十一年 也就是刘秀起兵的前一年 露林军逐渐发展壮大 这让王莽感到了威胁 随即派荆州牧率两万官兵围剿露林军 结果反被露林军打得大败而逃 一时间露林军名声大震 很多人纷纷投奔露林山 去那里落草 然而就在他们发展势头逐步上升之时 一场瘟疫在露林军内部疯狂传播 导致露林军人数迅速缩减了一半 之后露林军几位首领经过商议后决定各自带队分头避难 其中有两支队伍到达了南阳 这就是新市军和平林军 这一年是公元22年 也就是刘秀刘衍兄弟起兵这一年 当这两支露林军的队伍到达南阳之后 正在集结义兵的刘衍就找到了他们 之后便将自己的驻天都部和新市军平林军联合 共同组成了一支反对王莽政权光复汉式的起义军 当起义军在小长安居遭到王莽军的围攻之后受到重挫 虽然刘氏家族兄弟姐妹没有放弃 毅然坚持抵抗王莽政权 但是新市军和平林军的兵士却不愿再战 如果陆林军不愿再战 单靠刘家军组成的驻天都部 刘衍和刘秀是绝对没有可能打败王莽大军的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义军 濒临解散 刘衍万分着急 或许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正在他们无可奈何之时 另外一支打着下将军旗号的陆林军部队 正好来到了附近 听到消息后 刘秀刘衍立刻马不停蹄地找到了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的首领名叫王长 曾经与王凤 王匡等人一起在陆林山起义 王长是这支部队的急先锋 作战很勇敢 打了不少胜仗 在部队里威信很高 后来陆林山根据地解散后 他带着一队人马走了 号称夏将军 现在刘秀兄弟的总兵力 加起来一共不到一万人 而南阳郡的王莽部队则有十几万人 那么陆林军会愿意跟他们合作吗 刘秀 刘衍兄弟俩 会拿出怎样的筹码来应对呢 他们的联合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陆林军看上了刘秀兄弟的出身 他们有高贵的皇室血统 那么如果有利用他们的血统的话 就会打出光复汉式的旗帜 会使自己获得更多人支持 那么第二个刘衍当时对陆林军的首领有应的承诺 如果有一天我们大事成功了 我自己不会独享富贵 肯定和你们共享其力 所以陆林军与他们之间达成了默契 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 联合了夏江军之后 刘衍和刘秀这支部队军心大振 新士军和平林军也安定了很多 之后刘衍大宴三军设立盟约 将他们的驻天都部 与陆林军的三支部队合在一起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起名叫汉军 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之后 汉军全军上下士气高昂摩拳擦掌 都想找王莽军复仇 而在南洋郡的十万王莽大军 也是雄心勃勃 想要彻底消灭汉军 小长安一战让他们信心满满 这支王莽部队的首领 跟刘秀有着特殊的关系 他就是南洋郡的太守 几个月前 刘秀跟李通策划奇异之初 他们的目标就是劫持南洋郡太守 结果消息走漏 导致李通一家六十四口 被焚尸于晚城 政府是南洋太守 这是南洋郡的最高长官 刘秀和李通 在计划奇的时候 就要撒掉他们两个 但是后来因为消息泄露 没有成功 小长安居一战中间 在小长安居时区的亲人 还有李通家六十四口人的性命 这个仇刘秀得报 公元22年的大年三十 这一天的除夕夜 对于南洋郡太守来说 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当晚汉军首领刘衍 派了一支骑兵 潜入王莽军的驻扎地南乡 偷袭了王莽军 并切断了王莽军的退路 王莽军大败 包括南洋郡太守在内的两万多人 被汉军斩杀 当新年的豹竹 在长安大街前点燃之时 魏央宫中的王莽不会想到 自己的十万大军 竟会被刚刚成立的汉军给消灭 更让他想不到的 这将会是他听到的 最后一次新年爆竹声 在瓦解了南洋郡太守的队伍之后 汉军又打败了赶来救援的 纳颜将军颜游的部队 随后刘衍带兵围住了晚城 自号驻天大将军 汉军名声大震发展迅猛 至公元二十三年二月 已发展为十万多人 这时他们有了一个想法 准备立一个皇帝 然而这个皇帝 并不是已经威名远扬的刘衍 更不是刘秀 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刘璇 刘璇在陆林军的拥护下 最终成为了十万汉军的领导者 史称庚史帝 史书上将这位庚史帝 描写得胆小猥琐 那么庚史帝刘璇 真的是一个窝囊废吗 没能当上皇帝的刘衍 是何结局 刘秀又将何去何从 公元二十三年 这一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 是最传奇的一年 这一年对于刘秀刘璇两兄弟来说 更是不平凡的一年 年初刘秀刘璇两兄弟 在联合了陆林军的新市军 平林军 夏将军三支队伍后 接连打败了南洋太守 纳严将军严由了部队 声势大振 在这之后的两个月内 汉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冰势已达十余万人 随后刘衍又率领汉军 围住了南洋郡的治所 宛城 然而就在刘衍包围宛城之时 他收到了一个来自后方 陆林军将领的通知 让他迅速返回冲林 参加议会 在这次议会中 陆林军将领所做的一个决定 点燃了新朝皇帝的路过 王莽迅速集合四十二万大军 组成了一支超强战队 气势汹汹杀网昆杨 成为了昆杨之战的导火索 究竟是什么决定 能让王莽如此愤怒 达成为了昆杨之他 在这次议会中心下的一支拉 让他立马前往冲灵参加议会 刘衍想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议会要在这种情势下召开 难道是后方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当刘衍放下手中的任务 快马加鞭到达冲灵之后 结果就大大逐温了他的意料 如今想要推翻西马皇朝 光复汉室 我们应当退选一个皇帝 因为刘衍在起义的过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他把三支陆林军团结在了一起 并且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 他自己奋勇争先 多次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中王的作用 所以说他威信很高 也被认为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 除此之外 新朝皇帝王满一直视刘衍为汉军首领 对刘衍恨之入骨 据后汉书《刘衍传》记载 王满听说刘衍的名气之后 悬赏黄金十万斤要挤拿刘衍 另外他还让官员们 必须画一个流眼的像挂在家里面 早晨起来就拿弓箭射他的画像 据实书记载 往往是极其吝啬之人 一次他要赏赐替他卖命的九位将军 打开库门 结果每人只赏了四千个铜钱 而当时他的库存中存有黄金六十万斤 所以能让他拿出黄金十万斤 即拿流眼 足以证明流眼的影响力与震慑力 最有名气 最早发难 最早联合 并且将自己全身心投入战斗的人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不仅让人为之叹息 同时又会心生疑惑 刘璇是谁 他与刘秀刘衍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刘璇也是正宗的皇室出身 刘秀和刘璇的曾祖父是亲兄弟 那么刘璇在早期 他有一个门客 因为杀了人 所以这个事牵扯到了刘璇身上 刘璇为了躲避罪责 刘璇就炸死 躲避官府的追查 后来他就辗转参加到了陆林军里边去 刘秀刘衍起兵之后 与陆林军联合 刘璇也跟着参加了战斗 号庚史将军 但是只是参加了几场战争的小将军 为何会被陆林军选中 为何他能够打败刘衍赢得皇位 这之中到底存在着 怎样的阴谋与博弈 有一种理论叫斗鸡博弈 两只公鸡狭路相逢 如果他们互不相让 相互争斗就会两败俱伤 所以这时就需要选取一个合适的点 来平衡两方 强的一方前进一步 弱的一方后退一步 达到最适合的利益均衡 刘衍和刘璇的皇位争夺过程 就是一场斗鸡博弈 刘衍代表的是南洋刘氏宗亲的势力 刘璇则代表的是陆林军的势力 这里边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在陆林军将领看来 因为刘璇与陆林军的关系最为密切 第二个就是这个时候的陆林军既律已经比较涣散 但刘璇这个人平时要求比较严格 那么如果让他来继位的话 可能会束缚住陆林军的手脚 第三个因为刘璇 他的出身和刘秀刘璇兄弟是一样的 都是皇室 所以刘璇如果当这个皇帝的话 也可以使他们继续打出兴服汉士的旗帜 这支汉军共分为四部分 有刘衍刘秀兄弟领导的刘氏宗亲 王匡领导的新氏军 王凤领导的平林军和王长领导的夏将军 新氏军 平林军 夏将军同为陆林军分支 所以在争夺皇位这场博弈中 得到更多陆林军支持的刘璇 便成为了那支更有力量的攻击 同时将弱者逐渐逼向了绝境 我们经过商议 决定立你的足兄刘璇为帝 你意下如何呀 此事刘衍的脑中 可能已经想了无数个不赞同的理由 但是他知道刘璇当皇帝 几乎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 所以在这种形式下 刘衍也做了妥协 但是他的妥协并不是赞同刘璇当皇帝 而是劝大家暂时先不立皇帝 先在地方称王 等待时机成熟再立新帝 时机未到 无等应当先称王 后立帝 刘衍结合当时时局 在会议中极尽全力地 向大家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番演讲之后 刘衍几乎已经说动了一部分人 纷纷表示赞同 但是刘衍扔下的这颗小石子 却在瞬间就被一个人给击碎了 这个人叫张昂是夏将军的一个将领 张昂并没有找到可以反驳刘衍的理由 但是冷静果断的他 已见基地 劝大家不要犹豫不决 这种强硬的态度 在此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刚刚表示赞同的人 坚口不言 看到大家的反应后 刘衍只好妥协 虽然心有不甘 但他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 好在日后寻找机会 但是刘衍的这次妥协 并没有让他得到机会 因为功高镇主 已经让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公元二十三年二月初一 刘衍在雨水边集皇帝位 见年号庚史 史称庚史帝 刘衍即位之后 决定立马分封诸侯 在陆林军和宗室两太势力之间 庚史帝刘衍会怎么分封协调呢 刘良也就是刘秀的叔父 被封为国三老 只有须名没有诗权 陆林军最初的两位创始人 王匡和王混 分别为定国上宫和陈国上宫 这两个位置在名誉和地位上 也是相当高的 并且掌有诗权 刘衍被封为大司徒 按照汉朝制度主管行政事务 是全国最高的行政首长 相当于丞相 刘衍给刘衍 奉了一个大司徒的职位 当时在西汉 大司马 大司徒 大司空 是三公 但是其中大司马 全是最重 所以说 刘衍的这个大司徒 只是一个虚指 没有实际权力 刘秀则被刘玄 分封为了太常偏将军 太常是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员 偏将军只是一个地位 相对比较低的中级军官 最小的将军 最终 刘玄这支更有力量的攻击 打败了处于弱势的刘衍 赢得了这场博弈 分封诸侯 就是整个斗鸡博弈的结果 从职位分封中 我们能够看到 宗室子弟在博弈中 明显占了下风 作为宗室子弟的代表 刘衍无力反驳 却心有不甘 刘衍虽然没能当上 但是这些年来 他一直收养门客 积攒人脉 所以他的威严仍在 一次刘衍领兵攻占新野 一直没能攻下 后来新野仔站在城墙上一看 是大司夫刘衍 立马开城投降了 刘衍成功拿下新野 刘衍也因此骄傲不已 时常与人炫耀 然而功高震主 这件事却为刘衍未来的路 改下了破根 刚刚登基 人心不稳的刘璇 怎会放心 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与大哥刘衍相比 此时刘衍的表现 却异常淡定 仅仅被封为太常天将军的刘衍 并没有为大哥刘衍 还有自己打抱不平 四处宣扬 而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 从放牛娃到冲灵起义 再到太常天将军 刘衍正一步一步地 实现着他心中美好的理想 公元二十三年三月 刘衍和其他将领一起 又攻下了晚城周围的几座城市 昆阳 定陵 衍 这几场胜仗是汉军得到了 非常丰厚的战利品 刘衍将得到的物资 全部运送到了汉军 重点突破的地方 晚城 此时刘衍已围攻晚城多日 仍未拿下 刘衍有些焦虑 所以刘衍送来的这些物资 对刘衍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汉 想要为自己抱不平 想要实现更大的目标 刘衍必须趁此机会 尽快拿下晚城 距离南洋四百公里外的 长安城 卫阳宫中 刘衍在河北称帝 什么 得知刘衍称帝的消息 新朝皇帝王莽 愤怒不已 推翻刘汉王朝时 王莽五十三岁 走到这一步 他用了二十年 几乎花费了他半生的时间 但是仅仅十几年 就在他六十八岁的时候 刘衍进死灰复燃 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权 这让王莽惊苦万分 但他还是故作镇定 在这种情势之下 花费了三万金黄金当聘礼 娶了一位新皇后 此外 王莽还命人将自己头上那些被岁月浸染的白发全部染黑 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平静 在陆林军和赤梅军的临河打击之下 王莽的政权已经是摇摇欲坠 为了显示自己还很年轻 为了显示这个朝廷还有朝气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 他又新娶了一个皇后 你看我生龙活虎身体都是很好的 第二个 他染了发 他把自己头发染成黑颜色了 我知道根据中国古代儒家学说 身体发夫受之父母 染发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古代有一种刑罚叫昆醒 就是把人剃成光头 所以王莽染发这个事也很有意思 等于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人 重新换回的满头黑发 让王莽心中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使他觉得自己顿时又重唤青春了 心里得到一些安慰之后 王莽冷静了下来 回想起几年前 陆林军刚开始起步之时 他并没有将这些小兵小卒放在眼中 王莽的官员也对他说 时运势然且灭不久 意思就是没多大事 等时机成熟了 陆林军赤梅军很容易就能消灭 但是现在不同 陆林军竟然新立了皇帝 这让王莽感到了绝对的威胁 公元23年4月 怒火攻心的王莽集结了一支大军 浩浩荡荡赶赴南洋军 这支大军号称百万 从全国各地征调而来 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 号称虎牙武威兵 目标就是扫平南洋消灭汉军 史书记载 这支大军的实际兵力是42万人 军中还有王莽特别聘请的 几百名军事顾问 这些人都是王莽专门招募的 精锋兵法的高手 此外他还招募了一大批勇士猛将 其中有一个叫巨无霸的人 身高一丈腰围有十围 巨无霸在历史上记载很独特 据说这个人列大无比 武艺高强 他吃饭的时候要用铁筷子 睡觉的时候要整一个铁骨 三辆车都拉不动他 并且据说他还统设着一支魔兽军团 有老虎 狮子 大象等组成的战斗力非常强 被封为前军累位的巨无霸 领着一群野兽加入茫茫的大部队之后 便组成了一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队伍 当往往派出的这支大军出发之时 旗帜 粮草 资重 千里之路 络绎不久 大地都为之颤抖 这支历史最强军队的领军人物有两位 一个是大司空王毅 一个是大司徒王巡 两人都位列三宫 地位显赫 几天前 王巡还带领了十万大军 在洛阳抵抗山东的赤梅军 得到王莽的召唤后 迅速率军从洛阳撤回 与抵抗南洋汉军的王莽大军会合 王毅是王莽的足弟 曾辅助王莽称帝有功 被封为大司空 如今是四十二万王莽大军的最高统帅 屋中这支大军又会合了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的统帅是盐游 盐游自博石 早年曾与王莽氏同学 颇受王莽器重 先前盐游在南洋 曾和刘衍交过手 被刘衍打败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所以盐游对刘秀刘衍两兄弟 了解甚多 盐游的加入 让王莽这支大军更是如虎添翼 这时刘衍带领的汉军主力 还在包围着宛城 宛城这场艰苦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王莽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没有人能在中途拦住这支部队 内外夹击之下 汉军势必全军覆没 在这种情势之下 仅有十万人数的汉军 能够抵挡王莽套成百万的大军马 此时 刘秀又在何处 一个小小的太长偏将军 在这场战役中 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 在中国的地图上 有一些地方我们每当提到 就是刀光剑影的厮杀 金戈铁马的狼眼 巨鹿 官渡 赤壁 肥水 但是有一个地方曾被我们忽视 在那里曾发生过一场大战 比起历史上任何一场惊心动过的战役 都不逊色 这个地方名叫 温云 在公元23年夏天 那场旷世大战中 光武帝刘秀第一次发挥出自己出色的军事才华 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 击溃着敌人 四十二万大军 创造了中国历史战争的奇迹 这就是昏阳之战 昏阳 位于今天河南省平鼎山市 叶县的昆水北岸 文明史可上述到石器时代 几千年来 一直充当着军事要塞的角色 叶县老城区便是古昆阳城所在地 曾经抵挡四十二万大军的古城墙 如今虽已无处寻觅 三千多年前那场战争的气息 从地理位置上看 昏阳是南阳郡东北方向的出入口 北上西北通洛阳 东北就是黄淮平原 南下整个南阳盆地一马平川暴露无遗 所以这里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二十三年四月 得知陆林军建立耕史政权的消息后 新朝皇帝王莽怒不可恶 于是集结全国最强的兵力 组成了一支超级战队 气势汹汹杀往南阳郡 此时汉军多数主力都在南阳郡的治所 宛城 耕史政权的大司徒刘衍 围攻宛城多日仍未拿下 从北方南下的王莽军 要想剿灭南阳的汉军 宛城北面的昆阳是必经之处 如果王莽大军一路畅通顺利到达宛城 那么围攻宛城的十万汉军将受到内外夹击 不出几日必定全军覆没 所以此时守住昆阳将王莽大军属于昆阳城外 变成为了汉军能够生存的唯一希望 但是昆阳城中仅有几千人的汉军 以王莽军队这颗近击的大树相比 就如同一只小小的蚂蚁 皮肤汉树 汉军几乎无望 当得知王莽大军来势汹汹 并且还有一个巨无霸带领的魔兽军团 昆阳城内一片惊慌 城内百姓都欲收拾东西准备逃走 就连驻守昆阳城的汉军首领王凤 也是胆战心惊 想要弃城而逃 在这慌乱之中 有一个人异常镇定地站了出来 他就是天将军刘秀 敏锐的他深知昆阳城的重要性 昆阳一旦失守 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于是在昆阳北边活动的刘秀 得知王莽大军即将开治后 立马赶回昆阳商量对策 在危急的时刻 刘秀站了出来 他指出昆阳城小 人少粮食也少 必须全力坚守 否则如果昆阳破了的话 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 连晚城的守军也不能保 所以他借此来激励大家 以坚定的战斗意志 和王莽的军队抗衡到底 但是刘秀再怎么精准地分析 对于一群无法冷静思考的人们来说 都只是对牛弹琴 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将军 见大家无心听自己的计划 刘秀笑了笑便转身离开了 正在这时 士兵突然来报 敌军已至成败 顿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惧中 不过恐惧倒是另一部分人 暂时冷静了下来 他们想起了刚刚慷慨激昂的刘秀 快请刘秀 于是被请回来的刘秀 再次向他们阐述了现在的时局与现状 这回所有人的动作极其一致 都只是点头称怒 在昆阳城的郑东 有衍和定陵这两个地方 那里有一部分分散的汉军队伍 派出一队人马去那里搬救兵回昆阳 这是刘秀的计划 计划看似不错 但是这确是一步嫌弃 王莽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昆阳本来兵马就少 若再派出一支人马 那守城的兵力将会变得更加薄弱 另外派出的人马能否成功突围搬来救兵 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如果不能搬来救兵 那昆阳城内的几千人 又该如何抵抗这四十二万大军 这不齐 刘秀又该如何选择呢 刘秀去衍和定陵 办救兵的计划提出之后 经过一番商议 昆阳城最高长官王凤决定 以天将军刘秀为领队 带领十三人出城搬救兵 这十三人里 有刘秀的二姐夫邓臣 还有最初组织聪明起义的礼仪 公元二十三年 五月的一天夜夜 趁着浓浓月色 刘秀背负着极致门中的使命 带领着十三铁骑从昆阳出发 直奔昆阳城东面的眼线和定力 仅仅十几个人 若要直面从往往十万仙头部队中 突出重回 简直难如登天 史书记载 之一天晚上 他们十四人 曾数次于死身擦身而过 几步得出 但是也正是因为人数少 使得他们的机动性更强 并且傲慢的王莽军将领 也并未将这十四人放在眼里 而盲目轻敌 成为了他们致命的错误 于是刘秀趁着王莽大军 还未缓过神时 成功地冲出了昆阳城 他们的成功突围 拉开了昆阳大战的帷幕 当往往四十二万大军 全部抵达昆阳城下时 便开始攻城 他们将昆阳包围了几十层 锁裂军营 以百计算 而汉军在意识到现在的局势之后 也已经达成了统一 抱着必死的决心守护昆阳城 所以一开始 两军便进入了胶着状态 这时的王莽军内 曾被刘延打败过的盐游 向主帅大司空王毅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能否被采纳 将决定着汉军十万人重的生死性命 盐游给王毅建议说 昆阳城池虽小 但是一手能攻 不如放弃它 去攻打碗城 碗城 因为 陆林军的主力 正在攻打碗城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援军 从背后杀出 碗城的守军也冲出来 前后夹击 陆林军必然全军覆没 但这个建议 后来没有被王毅所采纳 如果盐游的这个建议 被采纳的话 那么 一名其军将受到灭顶之灾 因为兵力上有巨大的悬殊 所以当刘秀带了一千多人 在王莽军队后方排兵布阵的时候 王毅感觉到这个事很可笑 所以他没有重视 只派了三千多人前去迎敌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极大的失误 一改往日沉默低调的性格 刘秀亲自率领一千兵士冲锋上阵 两军刚一对阵 他就一马当先冲入敌军中 斩首数十人 刘秀忽然爆发出来的英勇 瞬间感染了其他汉军 他们接连斩首敌军百千人 在刘秀的带动下 这一千兵士的迅速减败了王毅的几千人 完胜而归 汉军取得了昆阳之战中 一场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23年6月的一天 刘秀率领一千人勇士 挫败了王毅几千人的队伍之后 又设计了一条 晚成已被汉军拿下的假消息 传入了王莽军中 王莽军顿时军心动摇 与之相反的是 昆阳城中的汉军 在得知此消息后士气大震 比销辞掌 王莽军与汉军相比的绝对优势 因为这一条假消息正在逐渐缩小 然而历史总是充斥着不可言喻的巧合 这条被编造出来的假消息 竟然传奇般的成为了现实 事实上早在三天前 距离昆阳一百多公里 多日围攻晚成的流言 竟真的拿下了南洋军的制作 网城 只是当时的通讯 并不如当今社会这样发达 刘秀无法事先得知 将假消息传入城内之后 刘秀又带领了三千赶死队 从昆阳城西的水道 潜入王莽大军内部 这条水道紧挨着王莽军的大半营 一而再 再而三 主帅王毅 王巡 再一次低估了刘秀的实力 仅仅率领一万人亲自迎击刘秀 王毅的实物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就是轻敌 他骄傲轻敌 感觉到自己兵强马壮 所以没有把刘秀的援军放在眼里 那么在队列的过程中 他有四十二万人 他只派出几千人和刘秀决战 其他人是原地待命 刘秀的军队人少 但势气很高 而王毅的部队虽然人很多 但势气低落 加上大部分人在原地待命 所以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混战之中 主帅王巡被汉军斩杀 王莽军士气大跌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昏阳城的大门突然打开 城内的汉军如同一群在铁笼里 关了太久的恶狼 在这一刻倾巢而出 与刘秀的队伍一起 内外夹击王莽军 喊杀之声惊天动地 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王莽军自相溃乱 后汉书中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相当传奇 前所未有 这一天 茫茫的大军在听到汉军的喊杀声后 瞬间就崩溃了 逃跑的四十二万士兵互相踩踏 死者成千上万 百余里内躺满了尸体 而此时 天空也似乎感受到了大地的震态 开始随之附和 雷声大作 狂风四起 暴雨如注 惊天的雷声 肆虐的风 而这也让王莽大军中 一批特殊的部队受到了强大的刺激 狮子 老虎 大象 这些动物与慌乱的人群相互冲撞 对财死的新马军不计其数 四十万大军瞬间化为了一个个尸体 铺满了整个昆杨城 主帅王毅 沿由逃走 而关于巨无霸的踪迹 史书记载不详 至此 以刘秀为主的汉军 取得了昆杨大战的最后胜利 而王莽政府 用来抗御农民起义军的兵力 兵消瓦解 河南省夜县城西有一条河 据村民介绍 昆杨大战结束后 汉军缴获王莽军的物资和粮草不计其数 一连几月都没有整理完 剩下的只好烧毁扔入河中 所以这条河名为烧车河 如今当地村民 偶尔还能从中打捞出一些 一千八百多年前 在那场绝世大战中被烧毁的兵器 王毅高傲轻敌的姿态让他一次又一次的错失机会 四十二万人因此命丧战场 同时还将新网王朝推向了一个没有退路的万丈深渊 一年前立于城墙之上 统领四十二万大军发号施令的他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最后竟到了落汪而逃的境地 当王毅听着后面汉军的追杀声时 不知是否会为自己的高傲感到悔恨 公元二十三年的六月 昆阳之战结束不久 胜利者刘秀娶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妻子 殷丽华 实现了他多年以来 娶妻当去殷丽华的美好梦想 然而就在刘氏兄弟功成名就之时 刘秀的大哥刘衍却因为功高震主 被庚史帝刘璇设计杀害 就这样 一个最早觉醒 想要光复汉室的奇异英雄刘衍 最终只能带着未完成的理想 遗憾收场 汉军在取得昆阳大战的胜利后 震惊了全国 全国各地的豪杰纷纷起兵 杀死了当地的牧首自称将军 并且使用汉朝的年号 等待着更事政权的照明 一个月之内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叛逾了王莽政府 昆阳一战几乎将王莽政府的兵力 消耗殆尽 在有力对抗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 王莽政权末日将近 公元23年9月 汉军分两部 由洛阳五官夹击长安 一个月后 汉军攻克长安 王莽在齐义军夹杂着粪木的刀下 结束了他饱受争议的一生 自此心跳灭亡 两年后即公元25年 在昆阳之战后 一直积攒力量的刘秀 与耕史政权公开决力 在河北登基称帝 为表刘氏重新之义 仍以汉为其国号 史称东汉 世幻当作执金舞 娶妻当取阴丽华 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战争 一次次的亲人离去后 刘秀年轻时许下的人生愿望 终于实现 立于王宫大殿中 不知他是否还会实时意气 哪个曾在天间挥洒汗水 年少深夜